远不远 吃个早饭,开车出去 南昌这个天气是有点热 比那个 绍兴那边温度要高上几度 晚上不开空调根本没办法睡觉 我们两个说上街去吃那个 南昌的粉啊,这边粉最出名 老里还在睡觉 我们都吃早饭啊去 鱼尾州公园,这个地方叫啊 这一条街是夜市 我们晚上可以从这来走走 其实白天是看不出来,晚上的话就很热了 特别热 这个公园的入口吧,这个地方是 这个位置,凉快的他们就在路边停的 停车员那里有个厕所呢 春室面条 也是当地的一种面条 嗯 卖早点的 早餐可以吗 凉半块 我拿碗凉半块 不要冲啊,不要辣 不要冲,不要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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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们那天晚上吃的差不多了 这个要好吃一点 这个要好吃,稍微好一点 你也这样,你也不要辣 不要冲啊 不要不要,我要我要 这个要比我们前两天晚上吃的那个好多了 卖想也很诱人 凉半粉 这个是啥汤 嗯,漏井汤 漏井汤 这是他这个用小砂锅煨出来的 嗯 瓦钢煨汤 嗯 今天我们吃的是凉拌的 上次吃那个是热拌的 好像凉拌的,在夏天吃更好一点啊 嗯 嗯 还有今天这个鸡蛋肉饼呢 它是用刷锅味出来的 让这个饼呢是更浓一点 口感 不是我矫情啊 是真的相对浓一点 好喝一点 它好像喂的时间比较久啊 里面味道都出来了 这太快了 它汤是不是一直喂在那个大缸里面啊 滚烫 有人要吃的时候直接拿一罐出来是吧 嗯 嗯 它这个粉呢 吃的里面特别弹性 嗯 这样冷的快一点 不冷的话真的 这罐子本身就很烫了 很烫 嗯 最近是这个盘看它多浓 顺色 太热了 本身挺热 这个加烫 喝的浑身都太 给老李打播了一份拌面 昨天晚上酒喝太多了 老李还在睡觉 我早上七点钟不到就起来了 早点出来我们吃个早餐 味道是真不错 特别是那个瓦冠味的那个汤 又浓又香 现在我们在电脑上 把这个图纸换好 直接踩板就行了 这个板子就是说 现在你光管上面 这个三块面板了 这三块面板 我们就要以最长的线度来 因为这个地方 它要替弧形的 这个板子要替弧形的 我们车上这个板子 送过来了 它这个每块板子 它打成一张单子 然后输入这个电脑 然后整块板子在上面踩就可以了 就算全世界离开你 还有一个我来陪 怎么舍得让你收起冷风吹 就算全世界在下雪 就算红鸟已难飞 还有我在这里 痴痴地等你归 就算全世界离开你 还有一个我来陪 现在这一步是封边 就是边的封得多好 一点都看不出来 这个桌面 这个桌面几个变得要锋利 不锋它那个放收水进去容易膨胀 就是我后面做那个榻榻米 加个小桌子用了这么多 人家小户那个做全屋定制也就这么多啊 这个标准是按照全屋定制的标准来做的 然后板材也是用的最好的 再加工打几个洞是吧 侧空 已经晚上七点了 天还没有黑 今天这个板材全部加工好了 然后明天就把它安装到车上 就算可以了